欢迎收看订阅新闻 许不大甚至都算不上是新闻的话题 始终让我有些放不下 著名作家石铁生告别这个世界已经有半个月了 十多年前他创作的《我与地毯》在我看来 几乎是他最著名也是最伟大的作品 甚至也可以称之为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散文作品之一 于是近些天一个声音越来越大 为什么不在诺大的地毯公园里头 为他建一个小小的墓地和墓碑呢 让未来的人们知道 过去的世纪之交的这个时代里 也还有作家用心用生命去写作 想想看 这几乎是石铁生用生命用自己特殊的经历 用文字给未来的人们留的一个宝贵遗产 当然也是给北京的一个机会 给文化的一个机会 更是给地毯公园的一个机会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顶一下这个建议 今天总是要为明天做点什么吧 好了 接下来咱们共同走进本周 本周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访华 就在盖茨访华前几天 据称是中国新型战斗机的照片在互联网曝光 加之此前有关中国发展航母导弹的报道 中国的军力发展成为外界热点话题 周二晚 中国国防部官员在回答有关所谓歼20战斗机是非问题时表示 中国发展武器装备不针对任何国家 任何特定目标也不针对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 从时间上看是正常的工作安排 应该正确评价和看待中国的军力发展 而在盖茨此行中 他还专门访问了中国第二炮兵司令部 期间我军方向其介绍了中国核政策核战略的情况 本周争议多年的房产税似乎终于靴子落地 重庆两会传出消息称 十二五期间 重庆将开征高档商品房房产税 有关方案正在进一步完善 并有望在三个月内开始执行 其中存量和增量均包括在内 高端商品房主要包括别墅 高档大户型商品房 对别墅将不论面积和价格一律征收 进入征收房产税的商品房建筑面积可能为144平方米以上 而房产税税率可能为房地产当年市场价格的千分之五到百分之一点五 对此公众关心的是如此房产税能否成为劣质房价飙升的利器 是否真能促使地方政府就此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而在执行之中又是否能做到精确打击 同时也不相及普通公众的利益 以团购的名义买房 最高房价只需每平米1800元 比市场价便宜百分之二十多 再一套查则发现 这里的开发商甚至连用地资格还没取得 房子就已经卖光了 本周有媒体报道了四川减阳两大房地产项目的怪现象 令人吃惊的是 在如此优惠价格 如此违规操作的背后 这些房子的买家竟然都是当地政府机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同样在本周 陕西省水文局也被曝光 就在国家明确规定各级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都不得搞集资建房的背景下 这个单位却在闹市中建起了28层的经济试用房 而且最大户型面积竟超过了160平方米 说话算术老百姓在生活当中常说这句话 然而现在说话不算术的人太多 于是说话算术就更加像个美德了 可是为了说话算术做什么都是对的吗 而如果说话没能算术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好了咱不绕了 从两条新闻说起 先关注说话算术了 前些天河南临州也就是当初以红旗渠出名的地方 为了上大压小的任务目标 也就是为了体现说话算术 把老百姓大冬天的取暖给停了 冷冷的天里头冷冷的生活 冷冷的房间里头冷冷的人心 好多人想不明白 如果把老百姓都给冻在那了 节能减排的目标实现了 说话算了数了 又能怎么着呢 再看另一条新闻 五年前中国作为缔约方之一承诺 室内公共场合百分之百禁烟 可是五年过去 咱谁都知道 这话可没说算术了 承诺没完成 好了 咱们该怎样看待这说话算术的和说话不算术的呢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就来关注承诺完成未完成 停止过暖之后呢 这家幼儿园的小朋友呢 现在是穿上了后裤的棉衣 那么这个班里的小朋友的过暖工作 主要是靠这台空调 那么可以看到 由于这个班里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现在这个室内温度呢 还是比较低的 我肯定觉得市政府不太能进行进化呀 我觉得最冷的时候 应该让过去这个最冷的时间嘛 就是哪看一过年给我们算了 还有棉衣和棉裤 棉衣和棉裤都穿上了 冷不冷啊 冷 进入腊月 河南省最北部的灵州市 最低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度 而市区的集中供暖 却在1月5号开始突然停了 从1月8号开始 灵州热力公司已经全额退还市民取暖费 这也就意味着 在接下来的冬天里 包括市区医院 学校以及近5000户居民 将要自己解决取暖问题 看起来复杂的问题 其实根本的原因也简单 明州市的集中供暖 原来主要依靠一家 叫做优创电厂的发电余热 但这家电厂却在2008年 就进入了十一五节能减排 上大压小 关停小火店的名单 人们并不了解 这背后经过了怎样的权衡取舍 能看到的事实就是 在十一五宣告结束的2011年初 优创电厂被关停了 其实这个电厂呢 应该在2008年的时候 就应该是处于关停状态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直到前几天这里是刚刚完成的拆除工作 那么我身后的这三个巨大的冷却塔呢 也是刚刚完成了爆破 现在整个现场看起来是一片的狼藉 林州停暖事件发生后 媒体纷纷猜测 当地是为了节能减排达标 才关停的电厂导致无暖可供 对此 林州市政府回应说 停暖与节能减排无关 是因为此前拟定的供热预案 没有发挥作用 节能减排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 做出的郑重承诺 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希望所在 这样一个立国立民的政策 如果执行得当 当然不应该出现民生受损的状况 虽然我们采取我们给一些用户退了款 但是呢 并不是说我们就放弃了 放弃了寻找新的热源 放弃了这个技术公关 我们还要加大力度 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签署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作为公约缔约国 中国承诺在今年的1月9号之前 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 实现百分之百禁言 今天就是旅约到期的日子 走进火车站的后车室 禁言标志随处可见 但还是有一些人视而不见 后车厅的一角 两名男子正在吞云吐雾 大家都希望 不能信任有处来管理 说不让你们信任 有了 有的有的 那怎么还有要信任 都这样的 根据了解呢 我们目前还没有一部 全国性的控烟条例 有关专家也在为此积极地奔走呼吁 在山西太原市第二名医院的住院部 记者发现 几乎每层的走廊里 都有陪护人员在吸烟 甚至有医护人员也在楼梯口吸吸烟来 当记者以吸烟者的身份 问其借火点烟时 这样的行为竟然被默许了 中国目前有超过三亿烟民 二手烟受害者超过五亿 每年有大约一百二十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 超过了艾滋病 车祸和自杀致死人数的总和 过去的五年 在全球大力控烟的背景下 控烟不利的中国 烟草销售量占全球销售量的顶重 从百分之三十三上升到百分之四十八 禁止吸烟的标志 更是在许多公共场合被视若不见 中国的这个吸烟的危害 到05年的时候 这个吸烟归因 归因语烟草使用的已经达到120万 而且这些人呢 其中有三分之一 都是在40岁到69岁之间去世 那么这些它都是脑动力 还不是说已经到很老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次专家们 都特别需要政府来积极控烟 因为你不光是影响了健康 你的这些社会经济成本 劳动省事 那么在2010年的时候 已经是负六百多亿了 那么还会是更加增加 有一副对联在临州停暖之后 没几天就出来了 迅速的让人们关注 对联是这样写的 下有河北安平酷热限电 东有河南临州严寒停暖 横批呢节能减排 您看节能减排明明该是好事 可成了这个样子 出发点都一样 不管是夏天的限电 还是冬天的停暖 出发点都是为了冲刺过关 完成上门下达的任务 而再往下 可就没人去考虑老百姓的日子了 显然并不是有些人头脑简单 智商不够 而是面对自己的利益 跟老百姓的利益的时候 自己的利益完全占了上风 而控烟又为何五年没有完成呢 仅仅是老百姓的抽烟惯性 太强大了吗 控烟办的主任 也用自己的观察跟体会告诉我们 也有利益的因素 去年啊 就是国家的吸收涨了 我们零售价是没有涨 那你们去这个琵琶商那里进货 进货价格涨了没有 没有 进货价格也没有 打烟送过来还是一样的 这个去年咱们的香烟的零售价格 有没有过调整或者是上涨 没有 加税不加价 这在维力仕途的经济活动中可并不常见 去年五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提高了烟草税税率 其中甲类卷烟税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六 但是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的跟踪研究 这次烟草税的上调 对西烟人群的消费行为影响微乎其微 刚刚这个政策一出台 大家马上烟草专门就说 加税不加价 加税不加价 当然且不把枯烟的作用 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烟盒 其实是中华烟出口泰国的包装 与国内的光鲜气派迥然不同 公共卫生专家甘全 比较了九种中华烟内外有别的包装 得出的结论是 国内卷烟包装警示效果最差 事实上按照公约规定 烟荷包装上的警示信息 应该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面积 为什么国内只有不起眼的小字 又是谁在放弃这个控烟最有效的战场 只要是那个字不高 不得小于两毫米 而且呢 它的颜色呢 是指是和背景色略有差异 第三呢 说的是就是放的内容 就是歇有快健康 歇有异性健康 而且一面是中文 一面是英文 这四条规定 不是和框架公约的要求 而是和什么一致呢 适合在这个空约中间 专门出台论 就是烟草专卖局和烟草公司 专门出了一个 应对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对策研究 我们成为双对方案 就它的建议 国家的政策 是和烟草公司 烟草企业的 建议应对 如何应对的一致 而不和框架公约一致 所以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证据 是白纸落的 黑纸落在白纸上的这种证据 加税不加价 包装警示轻描淡写 这些本可以影响烟草消费行为的措施 都被烟草行业消解于无形 这也是公共卫生专家 杨公患最大的苦恼 你明知该怎么做 但是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 却无法推动 现在等于说这个电厂不能发电了吧 已经不能发电了 我们这里已经还停电 就算停电 作为替代热源 这家公司的热瓷技术 被邻州寄予厚望 据说已经反复论证 可不知为什么落地邻州之后 实际温度距离标准差20度 根本达不到供暖要求 而这些所谓专家的技术公关 也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 我作为当时和这些专家和两个公热公司 一块在论证考察实验这样的基础上做的这一些使用 新的能源这一块 我想还是在这些问题上考虑的还不是全面 在邻州市原本的上大压小计划中 压小就是关停优创电厂 而上大则是大唐热电机组项目的投产 这也是邻州解决供热的终极方案 只是这个压小的前提 这个本该2010年年底投产的项目 却以电煤倒挂发电赔钱为由拒绝投产 曾经的热源被一爆了之 替代的热源技术还不过关 未来的热源又拒绝投产 就这样一座近20万人的城市 在这个冬天被架在这个难题上 河南邻州的严冬平暖 河北安平的酷暑停电 这些荒唐的现象一再上演 显然绝不仅仅是因为压力巨大下的思虑不周 就事论事的话 不管是邻州的冬天停暖 还是夏天更多地方的拉闸限电 似乎也都能阵阵有词的找到理由 比如节能减排这是国家政策 我们怎么办呢 可是从具体的事情当中跳出来 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节能减排到底是为什么呢 上上下下好像并没有想到一块去 上面在想要经济发展的转型 要生态环保 可是下面只想着完成任务 但是经济快速发展还是硬道理 你说你的又好又快 我可是只要快 于是人们又看到 上一周国家发改委提醒各个省市自治区 新一年你的GDP的目标定的太高了 没有冷静的考虑环保 能源 资源的成本能力等问题 问题是点出来了 可是会有人真听吗 那么这个班里的小朋友的功能工作 主要是靠这台空调 那么可以看到 提前八个小时就行 睡觉的时候就不得话 不能一点就行 不亮就行 我现在是在距离 临州市区45公里外的安阳市电厂 那么经过紧急协商 这个锅炉呢 将会被运往临州市 作为供热公司的一个新的供热员 我们班签供热啊 从拆到开始安装完毕 15天时间 就可以供热了 本周五 作为替代品的锅炉 已经开始施工 运行后将恢复临州一半的功能 而市民们耐不住寒冷 纷纷购买电暖器电热毯 一时间用电量迅速攀升 河南省电力公司 集调五万千瓦电力负荷进行支援 本来是为节能上大压小 而拆除热力厂 现在又为取暖而装锅炉安空调 甚至重新买煤球 发生在临州的这一幕 更像是2011年 中国各地改革面临的共同问题 我们的政策执行力是有限的 就是执行力是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政策就不能得到彻底的 科学的 客观的 符合实际的 这样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 不要去破坏国际民生的 不要去影响我们百姓生存的 这样一个底线的一种执行 面对着上面促转型 下面保增长的局面 如何保证共识 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 最严峻的考验 临州的风波还没有过去 六号召开的全国能源工作会议上 国家发改委又指出 全国多数省份 把今年的经济增速目标定得过高 没有冷静考虑相关环保 能源资源的承载能力等问题 要求各地合理制定发展目标 把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 中央三令五身的调结构 却似乎依然赶不上地方政府 对于保增长的热情 十二五的增长速度 定在北份的十以下 也就是说是一位硕利 只有这么五六个省 其他的基本上都超过了北份的十 有相当一部分省 是按照反反来定理 我们的政策在制定之后 在执行过程当中 不可避免 也受到了来自于每一位官员 甚至是企业负责人的 强有力的这种思想上的 这种惯性的影响 就在中央和地方 为新一轮发展制定的目标 出现差异时 另一个未能实现的承诺 也开始艰难推进 六号 控烟与中国未来 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 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 在北京公布 这份由六十多名专家 共同撰写完成的报告 力图为下一步 中国如何实现控烟承诺 十一号本周二 包括安山大连在内的十个城市 在杭州签署协议 承诺共同开展无烟城市的 控烟项目建设 提升城市控烟能力 而首批签署协议的北京和上海 在经历了无烟奥运 无烟世博的成功之后 也同样面临执行不利 无法可依的尴尬 中国的控烟承诺 能否在下一个五年实现 节能减排的方针 能否落在实处 都有待时间的检验 我认为中国政府是控烟的 只是一时性被一些相关不满的利益阻挠了 这种阻挠还是可以调整的 我想政府在推行环保 还有节能减排 低碳政策 还有其他的一些一系列的政策领域当中 的确是他要和世界一些形式接轨的 他应该是有一个循序渐进 慢慢适应这样一个国情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 和人们接受的这样一个能力 才能够更好地去把这个政策落到实处 从表面上看 烟草是历史大户 如果要玩真格的真控烟的话 必然有人会心疼 但是换个方法 咱算一笔账 也许就该是另一种心疼了 表面上特挣钱的烟草行业 综合下来 它给社会及人们健康所造成的危害 最后算完账 你就会发现 给全社会带来了净亏空600个亿 您说 人们咋就不仔细算算账 而设立节能减排的目标 不仅为了节能环保 还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可是如果变成了走过场 应付个结果 过程混乱不堪 目标完成了就是喜剧吗 比如临州停暖 表面是为了上大压小 可是大家为了取暖 八仙过海 用电量这又上去了 您说这账又该怎么算呢 两辆假军车牌照的运刹车 八个月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两千多次 偷逃过路费三百六十八万元 本周 平平山中级人民法院 以诈骗罪一审判处 河南农民石建峰 无期徒刑 对于如此天价保护费 法院方面解释称 三百六十八万元通行费 真实合理 数额大 是因为超债太多 有一定惩罚性收费 而石建峰虽然当评认罪 但也表示 自己的利润仅为二十万元 不逃过路费 不超债 根本赚不了钱 本周 围绕这三百六十八万的过路费 究竟如何计算得出 而如此量刑又是否恰当 舆论争论不断 本周五 平平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对此案启动再审程序 周三 因被控贪污受贿 挪用四千两百万公款 北京门头沟原副区长 严永喜上庭受审 从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能人 到村党支部书记 再到副区长 随着严永喜一路官运亨通 他的弟弟也成为冯村的党委副书记 经济合作社主任 而严永喜的情妇 则成了两个冯村企业的法人 于是不仅自家的施工队 成了村房地产项目的建筑商 严永喜还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 给其情妇买房 并挪用三千八百多万公款 给情妇的公司使用 法庭之上 严永喜便称 我做的事都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 和实现个人价值 而面对如此家天下的事实 不知在他心中究竟又在如何定义 个人和集体 这不是虚构的小说 而是官场真实景象的描述 它不是捕风捉影 因为作者本身就是官 周日已经是第七百印刷发行的 芝麻官物语的作者王敬锐 在北京和书游见面 而他的另一身份 则是现任山西省杨泉市副市长 这本被读者称作 《官场入门手册》的书中写道 为官就要把握好关系平衡数 对潜规则要顺应不顺从 而对于调动下级积极性 就要给票子给面子给位子 从政四十年 当官三十年的王敬锐 称书中所言都是真实的经历与感悟 虽然官场中关系复杂又微妙 但最重要的并不是学习所谓的技巧 而是要坚持做官一阵子 做人一辈子 十四岁就走上街头演讲 痛斥卖国贼 亲历下官惨烂 129运动 开国大典 港澳回归 七十四岁高龄 还上任北京市副市长 本周日 引读促进会创始人 106岁的世纪老人雷杰琼逝世 跨越几个时代 经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 雷杰琼见证了中国 从孱弱到奋起 从新生到繁荣 而他也始终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 紧紧相连 直到晚年 雷杰琼依然坚持读书看报 关心国家大事 尽管有着传奇的人生和阅历 但他却没有出过一本传记 总是说自己没有做过什么 只有一生坚持的无私奉献和爱国情怀 才是他最大的幸福 人世间变跟不变都是常态 只不过相比较变化会更加常态 有的变化让人欣喜 让人期待 而有的变化让人难过 甚至让人愤怒 被称为京城第一滩的严永喜 城也变化 败也变化 能让村民人均年收入从不到一千 涨到了三万 可见他是真有能力 可是在这数字的变化当中 他的欲望跟内心也变了 于是就走上了贪的道路 两个变化都非常的触目惊心 摆放在那儿 一时间甚至让人都很难评价了 作为106岁的世纪老人雷杰琼 生命跨度从清朝一直到现在 时代一个变化皆一个变化 对于他不变的是爱国 这已经足够让人尊敬了 好了 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 选择他也是因为变化 他期待的变化 也是我们很多人都期待的变化 下边的我请敏仙先生给大家讲话 所有的家人 我们的兄弟姐妹 家伙 我已经严肃的梦想的时候 我的梦想的今天 只有三年多的时间 那今天 更要感谢深圳 给予一基金在最艰苦的时候 一个有力的支持 在本周 一基金落户深圳 正式转为公务基金 而创始人李延杰 在面对众多媒体时 却依然不忘记强调 三个月前 他和一基金所面临的困境 不忘记强调 今天的成功是最艰苦的时候 得到的支持 他有可能就是你公务拿不下来 那你就 是一个计划挂在红知识会底下 而反而是用一个上海的 私募基金去承运他的这个工作 对啊 你公务的钱进了红知识会 但是你用一个私募的基金去承担他 这个有一些似乎听起来和 或者结构上不那么畅顺 2007年 李延杰一基金计划发起 成为中国红十字总会架构下 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 一人加一元加每一个月 等于一个大家庭的概念 承载着李延杰集合每个人的力量 让小捐款变成大善款的愿望 公赴皇帝 李延杰 我 求黄金奖 能够在您的教坊里头 捐一点点钱 帮着未来中国的老百姓 和那些弱智的人们需要帮助的 自嘲为真孙子的李延杰 放下面子募得善款 但却因为红十字会 主要集中于人道主义救助的资金使用 而觉得自己的愿望不能完全实现 2008年 在上海民政局的支持下 他又成立了上海李延杰一基金公益基金会 但私募的性质决定了 这也只是他梦想的一小步 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 所以在他运作起来 是您那个单位跟您签个合约 盖个章 美工章 就他很多结构上的技术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以后 我们又一直标榜的说 专业透明可持续的发展 但是他基本结构不具备 但所以 这个民政部领导 上海政府 就是民政局 中国红支会 都非常关注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是个社会的好事 怎么样在这个体制 慈善这个公益事业体制改革上 就推一把 这个结构的转据 这个结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去年9月 两病花白的李延杰 第一次面对媒体坦言 一基金随时可能中断 引发一轮社会大讨论 却也直接推动着体制内的创新 那据我所知 他们是 就是听到了中央电视台的 李延杰先生的声音以后 他们刘局长就觉得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解决他们的困难呢 这个事情发生得非常的快速 就11月的时候 应该是 那么 深圳的这个 刘仁华局长 就通过我们的这个 公益研究院的院长 王正耀先生 就 转告我说 让连杰过来 深圳 马上给你身份证 他说 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 这样一个政府机构 他们催着我们吧 说每天打电话 说每一个细节 哪有这样的呢 五个工作日 刚刚得到民政部 先行先事许可的 深圳民政局 就让困扰李廉杰 一年半时间的难题 迎刃而解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恍惚 也在本周 让更多关注 一基金命运的人们 一起经历着一次 戏剧性的变化 一基金也很梦想 就是通过他的资深成长 和他所做到的这个东西 给未来的 希望做公募基金会 或者更多的民间组织 一些鼓励 就是说 其实 只要你自身要求的 专业透明 你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可 你可以得到政府的认可 你可以有一条路 往前走 在一基金宣布转为公募的新闻发布会当天 包括李廉杰 王石 马云 马化腾等人 外类的十一名领事 召开了第一次领事会 这个被外界称为超级豪华团队的领事阵容 或许也是李廉杰 在实现自己曾经的承诺 我一直在强调 去李廉杰化 如果那个基金 永远是李廉杰 一基金的话 咋有局限性 它不应当是李廉杰 它必须是一基金 那个是每一个公民 每一个百姓的基金 只不过是有一批专业的人士 在管理这个基金 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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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透明的管理制度 一批成功企业家组成的领事会 一次体制的突破创新 最终造就了一个公募的一基金 这或许可以作为 李廉杰 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梦想的另一种解读 也让已经努力了三年多的他 在这条路上不再孤独 我们会怀 我们会担休 但是你交易一个 他本身都有几十亿上百亿的身家的人 你不用太担心 他不会拿那几亿的丢人的 他只会往你填钱 只会往你补充 感谢的是所有的全国一基金的家 这个家里包括了一些普通的排毒 有普通的公民工来给你 各个领域 这个一基金之所以成功 是每一个家里的最终造成功 一基金转型了 我说过 对此是略带节制的热烈鼓掌 鼓掌是因为艰难的改革期待 终于变成了现实 民间慈善在中国 蹚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而略带节制是因为 我依然不能清晰的确定 这会是一个特例吗 是因为李连杰的明星效应 是因为深圳的特区之特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一个特例的话 掌声过后便会有些寂寞 但我想不该如此吧 本周两个年轻人的获奖 被隆重的关注了一下 在深圳 一位78岁的老人跌倒在大街上 满嘴是血 爬不起来 一旁的人不敢上前扶起老人 怕惹上麻烦 而深圳罗湖外语学校的两名高中生 勇敢的向前将老人扶起来 并且打车送老人去医院 医治之后又送老人回家 于是当地共青团跟教育局 奖励两个年轻人各一万元 并授予了荣誉称号 面对这个举动 媒体的高调关注 已经不是年轻人的见义勇为 而是老人跌倒 还真有人有勇气将他扶起来 太赞一下了 但是关注当中也有一些心酸 是吧 我们怎么了 原本应该是很正常的事 怎么就变得如此不正常了呢 好 看看本周还有其他哪些特写 你怎么没拍在这儿拍的 好好的天 总结反正拍到存在圈 人超多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队伍 应该能买到吧 我觉得我们那里吃的还挺多 最后回去买就是怕那个冰冻啊 那个雪太大了 现在回去买还比较好一点 干牌就没有了 怎么说都没有座位了 危险 这个西南的地方的一票难求 我们在那排了五天都没买到票 然后继续买吧 继续买的 还排几天 排几天不知道啊 买到为止啊 虽然排在第一 也未必能买到一张春节回家的火车票 但为了抢得头筹 春运火车票开售第一天 上海护泰路的售票卖场 就摆满站位的书包塑料袋 而天气寒冷 在数小时的等待中 一些旅客开始互帮互助 依次在手上写下号码 轮流走开休息 编完了号 买票旅客还要拍照榴弹 这也是上海火车票卖场 为方便旅客走开休息 想出的独门绝招 拍照我们跟号码和照片 给它对起来 因为人家不能插对了 它有的人回家洗掉 它自己编个号码 我是排第一个的 我们有记录的 下午三点开玩 下午三点开始 你们调好的去吃早饭去吧 好啊 虽然工作人员一再建议大家 回家休息 但一些编了号的旅客 依然不放心 坚持守在售票口盘 本市颇具创意的便民之举 但由于每个窗口 只有前五名购票旅客 享受编号 很快新的问题又来了 我们早上八点钟的排号 排到现在 他说又来个二号 他说他来个二号 他说他写号好的 他说为什么不早点跟我们说 他突然一个搞一个 突然一个 突然一个 至少应该是在 提前一到两个小时 就需要到的 还是不公平 对后面的旅客来讲 还是不公平 那事实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持续的南方动雨 让今年的春运小高潮 提前而至 虽然有数条高铁线路 刚刚开通 但返乡的务工者 似乎更青睐硬坐车票 而为了方便旅客 各地火车站 推出电话订票 流动售票车 可谓各出其招 但要买到回家的那一张车票 依然是有点难 下一周19号 中国的春运就拉开大幕了 并将持续40天 这可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春运 预计参与春运的人数 将超过28亿人次 挑战很大 期待也很多 但我还是把安全牢牢的排在第一位 这可是硬道理 而同样是下一周 更让世界关注的 自然是胡锦涛主席的美国之星 18号开始 中美关系又将成为全世界关注 并且讨论的焦点 答案跟方向会有很多很多 但是没必要去夸大 也没有必要去缩小 为什么不把它当成中美之间正常走动的一个重要环节 热走动永远比冷猜已好 不是吗 好了 下一周的事 咱们下周再聊新周刊 跟您说过一会儿 好 等一下